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马尔代夫真的要是攻出来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还真是个好事 就像这样 六一步打穿 完成船中的头条 非常快 非常好 比赛不到两分钟 非常好的开局 直接的这种渗透的直船 然后吴磊的这种下底 船中的质量非常好 我们门前两名包抄球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球 肯定是证明我们在集训当中 高指导还是有针对性的训练过 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 先两次打对手进区右侧内部 打得都不错 电路看看扣回来 外脚背的传球 又有偷球的机会 又拎到了 门家哭了一下 再赌 这次是对手的门家22号 伊姆兰 将球连续化解 对手是几乎没有拿球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要小心 门将出来了 增成 但之前的两次进攻 都是突然寻觅到一个传中球的机会 对 直到杀机 这一次边路 我们看 看上来的李学鹏 60万脚背的传球 投球又顶到了 还是中场的组织 继续找到左边的李学鹏 张明健 球连续的一角出球配合 看看这一次传球进来 有机会 到了小进区 传到后点的投球进了 比赛 以11分钟 中国队再入一球 杨旭的进球 这次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非常流畅 三名有能力的球员完成了 正是如此 目前没有起跳机会的情况下也不着急 二代部队拿球 长传 有点危险 二代部队再给到右路 这就已经到了中国队进区里 打门 竟然是全队压过半场的战术 给到右路 这期内已经有人了 完成传中球 地点露过 还有机会 没有能够起跳打门 再打有变相 你看看这一脚长传 好球 后面了一下 没出来 有机会 打完 又是打在了力柱上面 特点安排阵型还是比较好 是 看看这一次的小球 头球领到 多可惜 再转移 漂亮 这次视野很开阔 看看右路的传中球 有机会 漂亮 来进球没进 今天的几次进攻都非常有威胁 如果运气好一些 真是今天上半场 目前我们可能也许能获得四个进球 你看浩聚敏 开得不错 五点有太多人了 但后点有机会 推车 这也没进 稍微有点直接 不过前场积极反强 有机会 边路再次传中球 来一个倒攻 进攻很有套路 跟凤阳旭做球 没有问题 高林这个球处理的还是非常好 马尔代夫队这次中路过渡成功了 要小心 队队的左路 在完成转中后点 危险 好球 这次中路打穿 几句内有机会 一时间没有打门 一个站位 再次传中 这个球后点有机会 停下来 再给到中间 打门 门家放了一下 再不过球进了 不过 是不是 好像是一月位了 再来看一下 电路给到乌磊 打门的时候 确实 保留位置 确实 确实 李卓鹏 很聪明把球露了过来 看看李卓鹏 这一次 边路的处理 到了进区里 传进来 又没打进 看来是很有针对性 有两个人要小心 这次尝出来投球 下本场应该还有这个自信 坚持以我为主 这种打法 实际完全可以再去控制一下球 调整一下 再去射门 还有进攻 这个球到了中国队进区之内 再打门 没有办法再处理了 再次给老李缺口 我们就通过 他们是跟不上的 这个机会在哪 球进了 第83分钟 中国队终于进球 还是来自于边路的配合 江宁的破门 以多打扫的这种局面就出来了 余大宝的 这个二过一的传球也非常到位 非常及时合理 再由于换人换的太多 就是因伤换人 现在没什么强能 我们现在外围远胜打进一个 还是江宁 上演帽子西法 这样的话 中国队打入四球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最后一次进攻 再推 有机会 单刀球 面对门匠 又打中了门匠 是马尔代夫队的球选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 本场比赛的比分就是4比0 本场比赛的比赛